2021年 Steven Curry打破了Ray Allen的记录 成为NBA史上投进三分球最多的球员 Curry之后所投进的每一颗三分球 都是将这个记录推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是NBA史上最伟大的三分球射手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你知道他每年投进三分球的位置 都会有所不同吗? 这是我用Python程式语言 绘织出Curry从2014年到2023年之间 出手投篮位置图 颜色越深代表这个位置投篮次数越多 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观察到他在不同的球季习惯出手的位置 让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提出新的问题 产生新的观点 这是Curry在2015-16球季的出手位置 我们可以观察到他的出手位置 上不在整个三分线 但是我们观察隔年2016-17球季的出手位置 则是比较集中在几个特定的出手位置 很有可能是球队战术改变 或是Curry自己做了一些调整 但我想长期观看NBA的球迷 应该猜得到那一年发生什么事 那一年Kevin Bryant加入了勇士队 成为Curry的队友 并且在同一年拿到了NBA总冠军 我会将绘制图表的Python程式码提供给你 让你可以透过和我一样的方式 观察其他球员习惯出手投篮的位置 这段影片也会教你如何取得NBA官网的其他资料 和透过一个免费开放的Python模组 操作这些数据和分析资料 你好我是Coldian的Ryan 我大概是在Michael Jordan打棒球回来后 开始看NBA的 我那个时候取得球员资讯的方式比较频繁一点 大都是透过报纸或杂志的讲评 来深入了解球员的一些细节 现在取得资讯的方法丰富了许多 但缺点就是大家有各自的观点 有时候这样的讨论会从善意的分享 慢慢演变成我才是对的争论 这类的争论常常会影响到我自己观赏比赛的性质 最后我还是会回到球员和球赛的原始数据 发掘自己感兴趣的资讯 我想作为球迷 我们都会希望自己能够更进一步的探索和阅读比赛 提供一些自己有趣的观点 增加自己在观赏比赛时候的乐趣 我想NBA官方的确有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他们提供了很多比赛的数据给我们 你可以在NBA官网上找到States这个页面 这里提供了NBA赛场上所有的数据资料 像是针对球员的投篮数据 以刚才提到的Curry为例 这是他在球场上不同的位置 出手的次数和命中率 这个篮位是篮筐下的区域 大部分是灌篮和插板得分的方式 大多数的球员会尽可能的靠近篮筐的位置出手 因为命中率比较高 所以出手的次数相对也会比较多一点 另外还有中距离和底角三分的位置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表格中的资料 了解一位球员擅长的投篮位置 我们在NBA官网上看到的数据资料 都是可以直接透过网址下载 我先来教你怎么样取得这些原始资料 我用Curry在官网上的球员页面来示范说明 这个页面会列出球员的基本资料 生涯的平均得分 篮板和这些基本资讯 往下滑动会看到每一个球技的数据 除了传统的数据以外 还有一些进阶的数据资料 如果我们想要单纯取得这些表格中的资料 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用Python写一个爬虫程式 是一种方式 但如果能够直接取得Json格式的资料 会更方便 从开发人员的角度来看 这个页面分成网页设计和资料两个部分 我们在上面看到的表格 资料摆放的位置 都是透过HTML CSS的语法设计 这个Template不管哪一个球员都是一样的 差别只在于资料不同 NBA官网将页面的数据资料 用API的方式分开处理 我们只要查得到这个网页提供的API网址 就可以取得资料了 我们可以用Chrome浏览器的开发人员工具 寻找API网址 我们可以在Network页牵下的Fetch XHR 看到这个网页需要很多Json格式的档案 通常提供资料的API网址 会带有一些资料内容的关键字 像是这个网址 仔细看的话是 Player Dashboard by Year over Year Combined 也就是球员同比综合表现仪表版 我点选这个档案后 可以在右边Header的页牵 看到Request URL 也就是我们要取得资料API网址 你可以看得到这串网址相当长 因为后面放了一堆参数 我们要通过这些参数来决定取得资料的内容 像是这里有一个参数是Player ID 201939 这个就是Curry在NBA球员的ID 这串ID也可以在这个网页上的网址上找得到 网址最后一串数字也是201939 我们除了要将这一串网址中的参数准备好以外 还要准备好Request header中的其他资讯 一起丢给主机 才能够取得我们想要的资料 这个资料回传的内容 我们可以透过页牵Response观察结果 这是一个Json格式的资料 里面有网页上出现的例年数据 这个页面就是透过浏览器 将设计好的HTML、CSS和Json档案 渲染成一个我们使用者容易阅读的网页 如果我们单纯只是想取得资料 快速分析数据 可以直接透过这串API网址下载Json档案 然后用Python和Pandas处理会很快速又方便 等一下我会示范给你看 虽然我们知道如何在网页上取得API网址 但这种取得资料的做法仍然有几个缺点 第一个就是网址太长了 我们要在程式中处理这么长的字串很不容易 少一个符号漏掉一个字母 就没有办法正确取得资料 第二个问题就是传递的参数太多了 有的参数必须要输入 有的可以选择线输入 第三个就是整个NBA官网提供了很多的API 我们如果想要找到球员出手投篮的数据 都不知道从哪一个API开始 只能不断的在许多网页中搜寻 但是如果有人帮我们将所有的API整理出来 通过函式输入几个必要的参数 甚至连常用的参数格式都帮我们包好 用起来就像一般的Python模组那就太好了 所以我要和你介绍一个Python模组 NBA API 这个模组是放在Github上的OpenSource 我将网址放在下方资讯栏当中 你可以直接用Pype Install安装这个模组 这个模组的优点不只是将复杂的API网址包起来 它的文件和范例也都做得很好 社群的讨论也很踊跃 如果你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问题 可以获得其他网友的协助 这里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提醒一下 我往下滑动到Request Response这里 我点击这个连结 这里有教你如何放入自己客制化的header 因为NBA官网有时候会更动header里面的参数 虽然这套模组有帮我们做default的版本 但是如果NBA官方变动参数的话 你很有可能会被挡住无法取得API资料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客制化的header 里面的参数可以使用刚才用开发人员工具里面介绍的Request header 你用自己浏览器上的资料是最准的 我往下滑动会看到文件Document 其中有一个Endpoint介绍 我点击进去 这是所有NBA数据的API表单 有了这个表单你就不用像无头苍蝇一样 在每一个网页中寻找API网址了 这里的每一个Endpoint都会对应到一组NBA数据 像是这里有一个Endpoint叫做Play by Play Version 2 我点击进去观察一下 这里是Endpoint URL 也就是API网址 这个网址是从这个页面取得的 NBA的每一场比赛都会有一个网页 这个网页的网址会有一串数字 这串数字就是这场比赛的ID 这个页面提供这场比赛的简介 球员的比赛记录 还有许多精美的图表 像是每一个球员出手的位置 和其他数据图表 如果你想要取得更多资讯 可以在Play by Play页前看到球场上发生的每一个事件 不管是投篮、抄截、篮板都会依据时间呈现在这个页面上 球员在赛季中的所有记录 都会是从这一场又一场的比赛数据中堆叠起来的 我回到NBA API模组的文件 在Endpoint下方会告诉你说要使用这个API需要输入哪些参数 像是GameID 就是我刚才介绍网址中的那一串数字 除了透过网页的方式找到GameID 也可以透过其他API取得 不过这就比较复杂一点 我这次影片会先简单介绍几个基本功能 之后有机会再详细介绍更多的API 彼此互相串接资料的示范 我在往下滑动 会看到API回传的Json栏位 我们可以透过这些Json栏位 在程式中撰写取得相对应的资料 接下来我就会透过这个Play by Play API 示范如何使用这个模组 还有这一组API呈现的资料结果 我接下来会使用Jupyter Notebook来示范 你可以透过CodeGin上面的免费课程 学习如何安装或是操作Python 如果你有安装Python的环境 也可以直接透过存文字档编辑器来撰写程式码 接下来我要示范如何从模组NBA API 取得NBA球员的资料 你可以从模组的StateStatic汇入Players 我可以用这个模组取得球员的资讯 我宣告一个变数NBA Players 这会存放所有球员的资料 接着我用刚才汇入进来的Players 呼叫韩式GetPlayers 取得所有球员的资料 两行程式码就完成了 你不用再去NBA官网找API网址 然后放一堆参数组字串 接着我把结果列印出来看看 执行一下 执行之后你会看到下方出现 Json格式的资料内容 这里的栏位有ID 也就是我刚才提到过的球员ID 还有名字 最后一个栏位是IsActive 就是指球员是否还有在打NBA 像是Jabbar已经退休了 他的状态就是False 我们可以用这一组资料查询球员的名字 然后取得球员ID 我们通常最熟悉球员的资讯就是他的名字 所以我们可以用名字查询到他的其他资讯 我宣告一个变数NAME 我用Steven Curry来示范 我用False回圈来跑刚才取得球员资料 因为是Json格式的资料 所以我们用Python处理起来会很方便 我现在要找球员名字和变数NAME相同的资料 我用关键字if判断Player中栏位Full name 是否等于变数NAME 如果相同的话就列印出球员ID 接着我来执行看看 执行之后 程式就会找到一组ID 201939 这和刚才Curry个人页面网址是相同的 接下来我要示范如何取得球赛中Play by Play的资料 我用刚才介绍球赛资讯的页面来示范 这场比赛是太阳对快铁 上方的网址有一串数字 这就是每一场比赛的GameID 我们可以用这个ID取得球赛的数据资料 我这一次用比较直觉简单的方式取得GameID 但是你可以透过其他API取得相同的GameID 这里我先示范当你有了GameID之后 你要如何继续 首先我先汇入模组States.Endpoint 汇入Play by PlayVersion2 接着我宣告变数PBP 这是要存放抓回来的比赛数据 我用刚才汇入进来的模组 建立一个Play by PlayVersion2的物件 再参数GameID贴上刚才复制下来的比赛ID 刚才的示范我是直接使用回传的JSON 檔案操作资料 这次我要用DataFrame操作资料 DataFrame是模组Pandas中的类别 我们可以使用DataFrame操作更多复杂的资料分析 我宣告一个变数DF1 这是存放DataFrame的物件 我用刚才取得的比赛资料PBP 用韩式GetDataFrame 将资料转为DataFrame格式的物件 因为回传的资料是一个List 我们需要的资料在第一笔 所以我用索引值0 取得回传的比赛资料 接着我将资料结果列印出来 执行一下 执行之后你会看到下方列印出 类似Excel表格的资料内容 这就是DataFrame在Jupyter Notebook呈现的方式 比较容易阅读 如果你想要汇出成一个CSV档 可以直接用韩式ToCSV汇出 我们只要在韩式中放入档案的路径位置就可以了 我再执行一次 执行之后 我来到档案夹Demo下 这里出现了一个刚才我汇出的档案 Temp.csv 我打开看一下 这就是这场比赛的所有资料 比赛中每一个事件都会被记录下来 球员的得分是谁助攻的 球员犯规是哪一个裁判吹的都会被记录下来 这里有一个栏位是Player1ID 它记录事件中主要球员的ID 像是得分球员 抢下篮板的球员 如果助攻的球员 就会被记录在Player2ID的栏位 你可以透过这两个栏位分析出 这场比赛哪两个球员合作得分的次数最多 我现在想要示范 找出这场比赛Port George主要参与的事件 我先将Port George的球员ID复制下来 我回到Jupyter Notebook 我使用刚才找出来的比赛资料DF1 在中挂湖中放入过滤条件 我要过滤出栏位Player1ID等于202331 这是刚才找到Port George的ID 这样就可以过滤出我们想要的资料 我来执行看看 执行之后 下方就会出现这场比赛 所有Port George参与的事件 不管是得分、篮板、失误或犯规 都会在这个表格当中 Pandex是Python程式语言中 资料处理分析最重要的模组 你可以透过Pandex快速过滤出你想要的资讯 不需要写for回圈 来判断资料是否相同 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有关资料分析的技术 你可以参考Colegene Python 资料分析课程 课程单元是用不同领域的资料 作为教学范例 你可以在下方资讯栏取得课程连结 最后想要示范 如何取得球员在球场上的出手投篮位置资讯 球员在场上出手投篮的Endpoint名称是 ShootChartDetail 我要从模组下的StatesEndpoint 汇入ShootChartDetail 我这次示范想要找另一个球员 Dernoweski 我宣告变数SCD 从汇入的模组中 建立一个新的ShootChartDetail物件 初始化参数PlayerID 我输入Noweski的球员ID TeamID则是输入小牛队的ID 然后要输入球技的参数 我选择2010-11球技 这一年小牛队他们拿到第一座NBA总冠军 接下来我宣告变数DF2 这是回传后的DataFrame资料 然后我用刚才一样的函式 GetDataFrames取得资料 索引值为0的元素 然后列印出来结果看看 执行之后 下方就会跑出Noweski 在这一年出手投进的所有资料 我将资料往右边滑动 你会看到这边有两个栏位 分别是球场上的X和Y的坐标位置 我们可以使用这一组资料 绘制出球员出手投篮的位置图 接下来我要和你简单说明如何使用绘制图表的程式码 我将程式码放在另一个Python档案中 我们要绘制这张图之前 有一件麻烦事要做 就是要画出整个篮球场的框线 包括禁区、三分线还有篮球框 我已经将这个程式码包起来 放在韩式CreateCore里面 然后用韩式ShotChart 绘制出球员投篮出手的位置 接下来你可以在下一个Sale输入球员的名字 球队名称缩写和球季年份 准备好这些资料后 就可以绘制出这样的图表 这张图的球员是所有出手位置 你可以注意到大部分都集中在篮下 这会造成外线投篮的区域颜色比较浅 无法明显区分出投篮次数的多广 所以还有另一种做法 也就是下面这个Sale的程式 你可以在参数中RA放入Force 这是将篮框下的区域排除掉 只留下灌篮插板以外的投篮方式 这样外线投篮的颜色强弱会比较明显 我们也能够更清楚地观察到 球员擅长出手得分区域 你可以在资讯栏中 点选取得程式码的连结 请你填入你的email后 系统会自动发送程式码给你 如果你也是喜欢通过NBA的资料 分析比赛和球员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和我们讨论 告诉我们你从这些资料中 发现了什么新的想法 希望这段影片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和乐趣 我是Kojin的Ryan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